那么至于说这个地方一旦发生紧张怎么办 我个人是我觉得万事都是辩证的 如果台海这个地方发生了紧张 我们也没有必要考虑太多 什么这个经济发展的大局啊 什么长远的那些大局啊 我们肯定要强调大局 但是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一旦机会送到你的门前 你为什么不要呢 所以机会这个地方的形势紧张 反而可以加速我们的统一 那不过就是解放战争的一个重新开始了 对不对 你解放战争跟目前的第一名又结束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没什么可怕 我们静观其变 做好准备就是 只要让这个战略机遇出现 我们要随时拿下 不要等着这 因为这个机会来了以后 还要去考虑那么多 哎呀 我们为了这个不这样 为了那个不这样 它也是战略机遇啊 美国经常说的航空自由 从来我们没有这个去影响过它的航空自由 那是在国际海域 你可以自由航空 在我们的领海就不可以 那就是挑衅 对上次那个我们的船拦截套的时候 有很多人吓得过 我不知道中国人你害怕什么呀 那个军舰我上去了 我跟当时军舰上的我的一个小兄弟说过 当时我们去那个南部区的时候 我赵总跟那个军舰说 我说如果美国军舰再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我说我建议你们出动两条军舰去拦截套 一条军舰结束了 一条军舰撞成了 在我们的领海绝不愿意塌在这些行星 明镜需要您的领海统